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阿彩,你好,我是阿彩 阿彩補辦的台報證已經到手了喔 那有關這一次影片的文字檔 阿彩我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拉到說明欄去看看喔 大家有去過大陸旅行嗎? 以前出入大陸都得靠這一本台報證 但是這幾年改成了卡式的台報證 小小的一張跟身份證一樣 在大陸旅行,無論是住宿,或者是搭火車、飛機都要用到 所以在大陸旅行時,台報證非常的重要,請務必保管好 但是阿彩在這一次的出差過程中 在大陸不小心就把台報證搞丟了 你可能會想台報證丟了會怎樣 首先在還沒有把新的台報證申辦下來之前 你不能回台灣,不能回台灣,不能回台灣 很重要說也要說三次 然後還沒有完成補辦申請手續之前 也就是還沒有拿到公安給的報警回職 及出入境給的回職單之前 不能住宿,不能搭火車,不能搭飛機 是的,不能住宿,不能搭火車,不能搭飛機 還沒拿到台報證之前 一切都像是逃難的村民一樣不方便 好吧,就跟著阿彩的腳步開始申請補辦台報證吧 因為台灣人是屬於境外人士 是屬於出入境管理局管轄的範圍 所以要申請補辦台報證 也是要到出入境管理局申請補辦的 請依照出入境管理局的警員指示的辦理才是正確的 首先先到在地的公安局 或者是派出所辦理台報證儀式的報警回職 就說我台報證儀式了 要辦理台報證的報警回職 對了,公安的警察可能沒有處理過 可能會有下列的情況 整個...沒日過這種情緒 不明是我們在地人就好辦的 但是你是境外人士 應該要去找出入境 而不是來這邊 這應該不是我們的業務 你沒有請公安那邊開立報警回職 我們這邊也無法幫你申請補辦 你還是得去公安那邊請他們幫你開證明吧 我去過出入境管理局了 他們叫我來找你們開立台報證儀式的報警回職 這樣他們才能受理 要不然請你打個電話去問問他嗎?拜託啦 順利拿到報警回職後 第一關卡結束 接下來就是收集台報證所需要的材料了 分別是以下的一本 住宿登記證明 台灣護照 台灣身份證 報警回職 第一個住宿登記證明 這邊有兩種情況 狀況一簡單版的 台報證是在住宿登記完之後遺失的 也就是說你已經用過台報證 住宿過幾個晚上了 之後才發現台報證遺失 這時候就可以請飯店開立 台灣居民臨時住宿登記表 也就是俗稱的住宿證明就可以囉 狀況二 困難版的 台報證在還沒有住過任何的飯店就遺失了 也就是一離開海關你就不幸的把台報證弄丟 因為沒有住宿過任何飯店 飯店肯定不會開立住宿證明 這時候可以拜託剛剛在公安局的警員 也就是申請報警回職的公安警員 請警員一起到飯店協助辦理台灣居民臨時住宿登記表 記得一定要確定飯店有將住宿的登記資料 上傳到網路的大數據裡面 也就是國家公安的境外人士住宿登記的網路上面 否則出境管理局那邊就無法看到住宿證明了 如果公安警員無法陪同到飯店 這時候就要請當地的朋友準備戶口名簿 到當地的戶籍辦事處辦理新戶口的潛入 意思就是要證明這個人在這個地區是有地方住的 好了現在我們有了報警回職 住宿證明了 接著我們要找相館拍兩吋的大頭照 在大陸的人民習慣用紅色當背景 所以要跟相館說是要申請台報證用的 相館會將紅色的背景換成白色的 紅底的照片可是會被出入境管理局打槍的喔 準備好以上的資料 這時候就可以到出入境管理局 申請補辦台報證喔 來到最後魔王公卡 記得有三件事情要注入 第一要準備好手續費人民幣500元 第二補申請完成之後要索取受理回職單 第三個這個回職單上面要有蓋章 原本阿財以為他這報警回職 就可以順利的入住飯店 但是在搭車前往其他地區 沒有想到入住飯店的時候還是需要這個回職單 感謝已經下班 還特別回公司幫忙傳真的出入境美女長官 真的是人家說的人美心也美 我們感謝他 一般申請流程為7到10天 這段時間裡面 報警回職與回職單等同於臨時台報證 無論要住宿 搭火車 就靠這兩張勃勃的職 有關搭飛機的部分因為阿財沒有試過 知道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阿財 好的補充說明一下 為了能掌握時間以及預訂回台灣的班機 如果可以的話請跟出入境的班事員 留下他的電話或者是微信 那這樣可以方便我們在後續追蹤我們的補班 滋留在大陸這段時間裡面 就好好的注意人生的安全以及財務的保管 遇到這種事其實不是人生想要遇到的 既然遇到了人生嘛 各種狗屁倒召的事情 對我們就好好處理他吧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阿財利赫是阿財日常生活中 一些人事物的揭露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訂閱下面的頻道 來追蹤阿財的影片資訊 另外這兩邊是阿財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去看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